大家好,我是唐凤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台湾科技化服务协会与资讯工业测进会的邀请 也很高兴跟各位前来参加政府数位治理转型出路论坛的朋友齐聚一堂 一同提出对于数位治理的策略和相互,一次讨论 数位治理和开放政府是相辅相成的概念 数位治理是推动开放政府不可或缺的要件 在开放政府跟公民参与的环境中提供的服务 又是建立在数位治理基础上面的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呢,同时赋予数位跟技术新的生命 让它有公共的利益跟公共的价值 我们在推动数位治理的时候,政府必须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毕竟开放的文化、开放的习惯必须要从政府自己着手改变 这样子的转变虽然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希望从新创建,从公民社会这些地方 能够跟政府建立越来越紧密的连结 从协调跨部会的合作开始 来为开放政府提供一个友善的环境 这些工作很大部分会落实在行政院已经启动的数位 国家经济发展方案当中 我们会从PITES,就是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这个部分内外的开放空间做起 也就是说,在数位国家创新经济的执行过程里面 不管是负责规划的朋友,负责执行的朋友 或者是在区域创新里面扮演领导角色的朋友 所有这些公部门、私部门、公民社会的朋友 都可以共享这样子一个open space 这样子的开放空间概念源自于黑客松的想法 我们希望提供动态的开放的空间 动态的开放的议程 让参与的人自由地带入自己的想法 并且和其他愿意合作的伙伴一起开发 只要这样子的精神能够带进公部门 就可以改善跨部会之间的作业流程 藉由公开透明的方式 让每一个公务门的从业的朋友们 能够更主动沟通,沟通更流畅 而且比较少做一些冗长乏味的工作 就是让它更简便 未来我们在PITIS的这个空间里 会提供我们办公室所使用的工具跟方法 这样子工作和决策的过程会在上面公开 除此之外,我们分享工作进度、工作成果的地方 也会透过这个空间来达成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开放是一个Process 它是一个过程 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会用由上而下的压力 试图让每一个部会改变 而是自由地让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步调 在公部门里面逐渐地融入 渐渐养成新的习惯、新的文化 以上是我初步的一些想法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会请我们团队的成员林书央 跟大家解说一下 从一个系统架构者跟服务设计者的角度来看 开放政府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大家